街上 庙口 舞台 有一天如果你看到了 这些孩子们的努力演出 可以给他们更热烈的掌声 这些掌声会改变他们的一生 这些掌声会成为孩子们的梦想 有一天我们看到九天的孩子们 请你们不要吝息给予他们掌声 这是让九天的梦想可以完成的 是一个叫许振荣的老师 他原来是一名博士班的一个准博士 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其实我认识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一位教授 他自己本身李丰茂教授 他就是一个当机 他最想当一个当机 但是拥有博士学位 所以他对台湾的整个民俗艺术 有一种狂热的梦想 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 他发现有这么多中学生的孩子 就这么多不幸的孩子 这是不会读书的 在街上流浪的 甚至少年监狱的 很可能他们不只是不是坏孩子 他们只是可怜的孩子 于是九天的阵头就这么组成了 今年阵头在台湾上映 创下了三亿的票房 说的就是九天的故事 九天在整个打击乐团里头 一次一次的被传开来 他们最著名的一次表演 就是台北市花博 国际花博开幕仪式中 他们是最主要的表演者之一 我们台湾传统的廟会顶头 关将部结合了现代的剧场灯光音响舞台 三太祖和新公菜 三太祖出车来去飞机的沙哈拉沙漠 女团员罐罐脱水引发肾衰竭 最后含泪退赛 其他的团员双腿抽筋 卡带碰爬 趴在沙地上 几乎用尽了最后一点力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天 小孩子 要不再 火去眼角一滴泪 还是继续向前走 手拉着手互相打气 互相陪伴 眼里只盯着那条终点线 这就是台湾的九天民俗记忆团 因为以前看的镇头 它的联想很快 就是兄弟嘛 老毛嘛 这就是没业 是没专门 没专门 那我们先从我们的外表去改变 我们要做法看 这一天我们在台中的文化创意园区 遇见了九天民俗记忆团的团长 许正荣 看看这个背个大骨 兔片钻呆丸 扛着三太子爬玉山横渡大沙漠 满脑子疯狂想法的团长 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许正荣算是庙里神明的代言人 台湾话叫做斗陶陈基 许正荣同时 也是在念研究所的准博士 他还打算成为台湾第一个 扑鼠陈基 从国中开始 他就在大渡山下的城坛 拜师学艺 这么多年下来 他常在庙口遇见 无所适事的终措生 许正荣很明白 不爱读书 不一定是坏孩子 这些孩子 我相信他也不是愿意 他要这样子做 他应该还有一个很善良的心 只是过这个善良的心 他的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去把它找出来 年轻人都希望是被注意的 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去尝试 让他们尝试的去做 要教他们怎么做 带着他们怎么做 许正荣带着一群孩子 组成了阵头团 敢演能演 就会有人看 就会有收入 孩子就能用饭吃 九天民宿记忆团 成为这群孩子的人生驿战 许正荣用很台 很神明的方式 让他们从九天 出发圆梦 这群阵头孩子 背着三太子越跳越远 也多亏新面舞Bobby 阵头从台湾跳向了全世界 2002年加拿大温哥华 台湾庙会节 邀请九天去表演 头一次出国比赛 许正荣特别请了民俗专家 特别知道 没想到却被老师傅 骂到臭头 原来九天的表演 还停留在庙会野台戏的水准 距离专业的表演艺术 差太远 被老师傅狂狂刮了一堆 徐正荣要求所有的孩子 回去 回去 跑掉一半 跑掉一半 那你没关系 从来 早期的学生真的是不喜欢读书 早期我也不喜欢读书 我是40岁才开始读大学 像比如说我们出去表演 我就要求我的团队 衣服都要穿得很整齐 我就会去买很多的团服给他们穿 那我不容许有人咬着槟榔 或是手拿着啤酒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对他们要求是蛮严苛的 那是一种责任 大渡山上醒目的红色烙铁招牌 九天两个字映入眼帘 九天玄女庙就坐落在空地中央 这一批都是刚刚上山的新学员 下午结束了基础训练 老师傅忙着帮小学徒剃头 年初九天的故事改编成电影 镇头卖了三亿多 创下台湾春节的票房记录 而大渡山上的九天玄女庙 也成了观光圣地 来上香的也来喝咖啡 游客好奇地看着镇头银娜 假如每个人都愿意把手心向上 接纳每个孩子 你很可能会像许正荣一样 感受到梦想的重量 明镇头银娜